漫漫露 Hello 大家好 好了 沒拍片啦 今天這條影片 我就想說一下蓝光 為什麼要說蓝光呢 不是應該說什麼紫外線啊 那些東西嗎 嗯 因為一到夏天 有很多護膚品店或客人都會說 紫外線對皮膚傷害很深 就說要問我們塗什麼防曬 但反而我這條影片就想說藍光 因為藍光你們不要以為它在太陽光裡面佔好少 其實藍光佔太陽光的比例是有30% 反而紫外光只不過是佔太陽裡面的光 也不會有30% 我們都是人上班下班 其實接觸陽光比藍光 其實藍光更加多 因為我們平時用的手機、電腦 或者所有電子螢幕有電子屏幕的產品 其實我們每天都對著很多個鐘 所以其實它對我們的肌膚的傷害 我想和紫外線不相伯重 嗯 是啊 其實藍光是一種累積性的傷害 例如 據個例如 你一個星期每天當你平溫 每天都市人 每天都會看手機、屏幕 起碼超過8個鐘 那應該最時… 很誇張 跟睡覺等於 對 因為你上班做事都很懂得對著電腦 你下班其實對手機應該不止8個鐘 它是會累積的 那個傷害 有研究就是說 累積這樣一星期 其實正正就差不多等於 你在正午的陽光下暴晒25分鐘 嘩 那好了 我又想問一下 那藍光對皮膚的傷害性大一些 還是紫外線呢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紫外線 UVA、UVA就會傷害皮膚 曬黑、曬紅、曬傷 對 各樣 其實藍光 是比起紫外線是更深層的 就是說它可以滲入到我們的真皮層 其實更深 多個位置是可以更深於紫外線 那就是 例如你們已知的 就是它會傷害我們的DNA 然後令到我們的膠原蛋白 彈性蛋白那些去流失 然後就令到有皺云 其實就是衰老 然後就是大家最害怕的出斑 出斑這件事都會 而且它是累積性的 所以它那個色素沉澱 它都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色素沉澱 而且還有一個點是 都很怕這件事 因為現在很多人 經常都會變成敏感皮膚 其實就是因為屏障受損 其實屏障受損 有很多時候都是 可能紫外線也好 或者藍光也好 它們就是造成對我們的屏障的傷害 傷害了我們本身 角質層中間的色素沉澱 就令到我們的皮膚屏障不好 就會令到皮膚很容易發炎 亦都很容易敏感肌 好 問一下 既然說到這麼多傷害 有沒有什麼產品 防曬是可以抗到 防到藍光的呢 這個也是很多客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經常都會問我 這隻防曬可不可以防藍光 那隻又可不可以 其實基本上可以防藍光的成份 如果用防曬來說 在研究上 只有全物理防曬的兩個成份 即是Titanium Dioxide和SynOxide 證實是可以防藍光的 而化學防曬 沒有一個很詳細的證明是可以防到 因為可能化學防曬實在太多品種 所以就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list 但是全物理防曬就已經確定了這兩個成份是可以的 還有一個成份都可以防藍光的 就是Ion Oxide 而Ion Oxide最常見都會出現是有色的產品 粉底液啊 對 有色防曬啊 對 除了防曬之外 Skincare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到手呢 都有幾多下的 因為呢 藍光呢 其實它 剛才不是說了那些不好處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好處 就是藍光呢 會令到你製造很多自由肌 因為大家都知道自由肌太多的話 其實皮膚就很容易會衰到 所以就要用一些抗氧化高成份的護膚品 就會有效去幫你減少這些自由肌的產生 那如果抗氧化高的成份呢 的護膚品呢 其實都有很多的 例如你們買的有豐富維他命的 例如什麼維他命A 維他命B C D E 那些 還有蝦青素 然後 一些莓 對 很多不同的莓的成份 大露醇等等 還有含有豐富Omega3 6 7 9 的成份 綠茶 一些多分類的 嗯 那好了 我們下一條片呢 就會推介一下 吃什麼 用什麼 去防藍光 嗯 好了 下次見 拜拜